树民有最大 百姓是投家 欢迎收看树民大投家 让我们欢迎立法委员李贵敏 加入我们的讨论 委员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来看到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名下在新竹龙恩段的土地 是特定的农业区 却被人发现怎么停满了游览车 引发质疑 他明明喊着要保护农地 但是带头违法吗 柯文哲说这是一个 爸爸多年前帮他买的土地 之后到底要缴税还是怎么处理 他绝对不会赖皮 空地上本市买买游览车的地 如今变得空荡荡 因为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19号遭人踢爆 持有新竹龙恩段农业用地 却铺上博油 依次作为停车场使用 可是你可以看到是这块 属于柯文哲名下的土地 现况是没有做农牧用途使用的 但没有 而且我们看得到是 下面有博油的铺面 上面停的是游览车 但听说是有集合共同大家买的地 他跟我柯文哲一面 好像有听说 爆出土地专益柯文哲亲上火线解释 我爸爸在我年轻的时候 最大的期望就是我回新竹去当医生 然后我就买一块地 他以后回去会去住在新竹 OK 不过那一台地一直没有温哥 根据最新财产申报 这块土地 柯文哲持有面积为2309平方公尺 并在民国97年登记 被划定为特定农业区 如果要变更地幕 其实限制重重 农业用地如今成了停车场 讨论税问题接种而来 那所以假设游览车公司 是有付租金的话 那这个租金对柯文哲来讲 他就涉及到报税的问题 该无缴税的该干什么 反正这个都有新竹市政府 到时候会调查清楚 来农区卖弄清楚了 这个地方跟大家保证 本人不会赖皮 一个相关单位到现场去厘清事实 在依规依法办理 土地用途引发质疑 柯文哲一句不赖皮 让游览车仪器之间全开光 不过人没交代农用地 怎么就成了水泥地 赖金的老家 违剑烧个不停 柯文哲三天两头 就酸人家违剑什么时候拆 但没有想到现在 他也被回力标给打到了吗 名嘴踢爆说 原来在新竹 其实柯文哲 他有一块是2008年9月份的时候 取得叫做新竹龙恩段的土地 但问题来了 这是一块农木用地 结果你看起来 这像是个农地吗 上面被发现停的满满 全部都是游览车 难道是变成了游览车的停车场吗 好来听柯文哲他怎么说 他说几年前有一群医师 找我爸和买土地 但我爸不是医师 所以他就找我去集资了 最后是五个医师 一起买下了这一块地 但奇怪的是 这是一个农地 为什么几个医师一起合资 就可以买这块土地呢 柯文哲的父亲也不是农民 到底是怎么买到这个土地 难道不奇怪吗 不过柯妈妈又跳出来了 她说柯文哲参选之后 一直被人家骂被欺负 对我们柯家人很苛刻很刻薄 真的是令人生气 但是不管怎么说 大家最执意的地方 就是说你是医生 就算是要买给你土地 让你回新竹去开业 当诊所的医师好了 可是也很奇怪 因为这是一个农地 所以医师能够买农地吗 好 我们来看柯文哲 他怎么说 他说如果不是 有这么多的名嘴关心的话 我都还不知道 我有这块土地 上面还停了游览车 不知道这个游览车 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不会赖皮 我会通知游览车 通通都开走 然后再请怪手来刨除水泥 回归农地使用 但这个赖皮疗应该怎么办呢 还要来回避检验多久呢 还是要回头去打这个赖皮疗 但问题是 我们来看一下底下 其实当时2008年10月份呢 也就是柯文哲购买的时候的 这个航测图就可以发现 其实这块地 在柯文哲持有 买下的那个时候 就是已经是一个停车场了 看起来就不是农地 而且上面有停车不是吗 所以这个1320号农地 当时就已经变成是一个停车场了 所以柯文哲还能够装傻吗 而他现在说他刨掉柏油问题是 都已经铺了柏油这么久了 这样的土地还有办法耕种 还有这个生产力 还能够来当成是农地使用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呢 在这块地上也被人家发现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挂了一个招牌 有没有 上面写着一个开发建设公司 其实早在2006年 也就是在柯文哲他们家 买下这块地之前 其实新竹头前西沿岸呢 就已经有一个叫做 重化计划被颁布了 这地方变成重化区了 所以以后呢 是不是可以变更地幕 可以来开发呢 好 在2006年这个计划颁布之后 到了2008年的7月 柯文哲和其他人才一起 买了这块地 而且来过户 所以有知名的开发建设公司 其实是进驻在这个 原本应该是农舍的房子里头的 好 就有这个子卫的资深的 这个房仲人员出来说 这边呢 是有要来征收成建地的 那么虽然说 变更建地还没有成案 可是未来的商机 其实看起来是相当庞大的 那么周边的地段是紧邻 这个叫做国一 有一个叫做公道五路的 一个交流道 还有火车站 那么以柯文哲当时购入 每一瓶大概是 10万块钱的成本来看 现在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翻了四倍了 目前平均一瓶 大约是50万元上下 万一如果将来变更地幕 成功变成一个开发案的话 那更是不得了 所以也有人质疑说 这真的是要买一个农地 来盖诊所吗 还是其实就是 把这块地给养着 其实要等着就是 难道未来 重划计划颁布之后 就要来开发土地 来使用了吗 好了 柯文哲说 其实这块地 这个以后要刨除掉了 然后该缴税就缴税了 又是跟人家合购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农地被当成停车场 就是应该是违法的呀 那么几个医师合购 也不可以说因为你是医师 就可以买农地吧 所以柯文哲他明明就是买了 这个上百坪的这样一个农地 他连自己的这个 叫做自己持有的权状 都拿出来看一下 就把钱掏出来了吗 因为农地买卖 一规定一定要有农民的身份 他可以告诉大家说 哎哟 他到底是用什么身份 才买下这块农地的吗 农记忠怎么看 我跟你跟进一下 买农地不一定要农民 已经开放 所以医生很多 我们台南有很多医生 买了几十公顷 我跟你讲 现在你要看他 他有没有领休耕补助 就是说我没有在耕种 但我每年光是休耕补助 一家冬 比如说保里四万五 保里 休耕补助 对 这任何人都可以买农地 可以 你也可以 开放 那买农地 但是你要看看用途 就是说他如果做其他用途 那还领休耕补助 这样就不行 那因为他买的时候 已经是在做停车场 你看 为什么我们中南部 有那么多农地种工厂 种工厂 对不对 那农地就改成工厂出租 然后现在有人就讲说 这个转型正义 那有人说 那你要就地合法 那你政府敢让他就地合法吗 那如果这样敢 秦德兄你当行政院长 如果敢这样弄 照顾这些人 那你这个你说 你在诉求你的违建 是要就地合法吗 应该救济很多人吗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敢让这些 所有的违章都就地合法吗 然后在农地上面 抢盖农舍的 那如果按照你的逻辑 那我在山坡地 还有林区 保育林地 我都可以种吗 那像我们台南 关子岭那个风景那么好 我也有一片土地在那里 我能盖吗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买农地 有农地的规范 但是因为重点 这个是投资 这个不是农地 不农地的问题 因为他已经公布 细部计划 这是可以重化 那重化有两种 一种是自办重化 一种是公办重化 那公办重化 其实它可以分到的土地 跟自办重化是差不多 那因为如果市政府 它可以选择两种 那如果是自办重化的话 那就会有人要出来抠 所以会有开发公司 出来抠 那我会跟你签 大概52%到55% 就看你这个土地 像他这种土地 已经填好了 那填好的话 假如远于你的土地 是没有填的 或者是你是余温 它的是余温 那它可能只有49% 因为我还要帮你填土 来重做 那你的是小的农地 那你这个要回填的少 那你可能就51% 它是已经都弄好了 而且它也补了 它等于重化过程 它在投入的成本低 所以它可能可以分到53% 或54% 公办也是这样 现在公办的重化也是 先去葬梁 你的土地到Gieto这个水平线 你的土地是多少 所以问题是在他们是 我想就是投资 所以柯P说 我不知道 那几个医生 医生就一定找你医生 哪医生找你爸爸 到医生去找医生爸 那当然谁都可以投资 只是你投资 现在讲重点 它真正有明显违规的就是 我有出租没補水 那油缆车 它因为你不让它出租 各县市地方 中央跟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 各县市政府 县市政府你愿意去开闭 游览车停车场吗 没有啊 很少 像我们台湾市大概不到三个 游览车停车场 那你怎么办 那么多游览车 那你叫他们晚上要去停哪里 那就是用这种闲置的空地 就囤了 就去用 游览车公司就去租 所以它就变成有报税的问题 这有报税的问题 但另外它要开发准备等着重化 重化以后恐怕还不止四倍 以现在房地产跟新竹那边这么夯 我看一片可能要跳过八十五万以上 那这个真的是 如果按照这个房仲的说法 从十万变成八十五万 那是翻了八倍 这笔投资还真是核算 好了 2008年的航拍图就显示 柯文哲买下这块农地时 其实就已经是个停车场 但柯文哲说他不知情 而且也不知道租给人家来停游览车 他会请业者把车子移走 如果真的像柯文哲所说 他根本就没有在管这块农地 而且只持有五分之一 那为什么他讲一句话 就可以把游览车通通都给撵走 然后还要把这个 通通都把这个 柯文哲给刨除 回归给农地 那其他的地主不是都要哭了吗 结果你一句话 他就把通通的 他投资打水漂吗 好 这块农地这么多年来 都是被人家当成是停车场 可是柯文哲说他完全不知情 可是如果他有五分之一的 这个持有的土地的话 那你跟这个停车场 这个跟这个游览车公司租给他 一定会分到租金的吧 难道他都不知道说 每个月他的这个账户 都有一笔钱汇进来 他都不觉得奇怪吗 柯文哲 对 因为其实刚才龙介兄 他已经把我们实际上面的 实物的这个情况 跟观众朋友都说得很清楚 那跟我的了解 其实也是一样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谈普通的人 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政治人物 尤其这个政治人物 也已经当过市长 然后现在要选总统 那我要讲说一般的年轻人 我必须很坦白讲 我在很多的场合里面 我其实跟柯P都是会碰在一起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很多民间的场合呢 那个每一次国民党 他们就是找我 然后民众党就找柯P 然后民进党就是找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郑文燦 就是每一次我们常常在这个场合碰到 那场合里面碰到 我们也看到 其实年轻选民的 非常非常喜欢柯P 这是 所以这件事情出来 其实对于年轻选民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很讶异的事情 因为年轻选民 为什么要讲说 年轻选民会常常会对于这个两大党 它其实是很反感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过往的过程当中呢 常常看到他们的感受是说 只要你是政治人物 你就是有特权 所以每一次 适用在政治人物上面的标准 对于一般的市井小民 它不适用 那年轻朋友加上 他是低薪 然后我们现在的居住不正义 他就会觉得说 他会有这个被剥夺感 所以当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我会很鼓励柯P啊 就是过往的这些的 不管是理由也好 因为就像主持人刚刚所提到 他其实都不具说服力了 那我觉得就是 你就是诚实去面对它 你已经碰到 你就应该解决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觉得我还要再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的民众呢 为什么对于政治的部分呢 很反感的原因 就是因为执政党 他的双标 而且他多标 那你现在要竞选的这些的候选人 你其实在出来竞选之前 你就应该先把你自己本身的问题 先做一个检视过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 这个不知情的这个情形了 你对于你自己的行为呢 你应该要以身作则 自己做榜样 其实我觉得柯P这件事情 因为上次的 在讲这个赖皮疗的这个情形 然后还有柯妈妈 在碰到大家讲说 这个柯P的这个伪见的时候 他在第一个时间 虽然他这个身内俱下 可是他第一个时间就处理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对于他的感受 我觉得说 你看最起码柯P 他是碰到问题的时候 他是立即解决 我们看到黄国昌也是 可是我们必须要很坦白的讲 从一般的民众的一个心理呢 他为什么觉得很不平 其实这些伪见的问题 这个并不是第一桩 我们看到原来苏家全 苏家全的部分 不是也是这个伪见吗 他那个时候对于 小英总统的这个选举 他其实冲击度也是很大 其实回归总归来讲呢 就是政治人物有没有把一般老百姓的这个观感呢 跟想法呢 放在眼里 没有啦 否则的话 这个情形呢 其实都是很类似的情形 你如果真的重视老百姓心理的感受的话 基本上来讲 你不会这样做 在你自己打算要竞选之前 你就应该要把你所有的东西 你认为有没有符合法令规定的这个东西 你就应该先把它处理掉 否则的话 你怎么能够这个 这个堂皇之的 然后讲说我要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那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来讲呢 最起码 但是我们再提到柯P 柯P跟这个赖清德的话 你还是可以看到 柯P的表现还是比赖清德好啦 因为最起码 不管他找理由或怎么样子 他面对他 他要去解决他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态度 可是你看到赖清德呢 就完全不一样 从人家在批评这个赖皮了 到现在为止 从头到尾 他的说辞反复 然后事实的验证 跟他的说辞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他到今天 当我们在讲说 你花老百姓的钱 然后有这个 国安局的人 然后有助手 有警卫 有林总统 照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不处理就是不处理 所以你会看到这种 执政党 民进党现在 这种傲慢的一个态度 如果我们继续再让 这样的执政党执政 然后政党不轮替的话 他的傲慢的程度 他会更严重 他不仅仅是像今天 我们看国务机要费 居然也可以通过 就是你只要拥有这个执政权 你可以为所欲为 这个怎么会是民主国家呢 这个其实已经比原来的地质 还要更严重 原来地质的时候 好歹你碰到一个英明的 这个君主的时候 他还可以好好的做事情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情形呢 民营党的这个违规的情形 一而再再而三 可是呢 他还这个义正延迟的 然后你违规的事情 他就是不处理 可是你老百姓 有一些芝麻绿豆大师 不管是什么假讯息也好 或者是零零种种事情也好 哇他就无限的放大 所以呢 这个我们才讲说 现在大家没有办法 忍受执政党的原因 就是他的这个双标 而且他把这个绿色 只要颜色对 他就变成一个特权的阶级 你只要不是绿色的 那你全部都变成贱民 这个是民众最不能够接受的 各文成农地 他说他要把柏油刨除 重新拿来当成农地 但其实不太可能啦 因为你到时候 那个地利已经有了问题 根本种不出东西来 事实上这个地方被发现 早就被化为是 投钱重化区的未来 可是疏解逐科交通的 一个枢纽地带 依照现在的市价 他这笔投资 至少也是已经赚了四倍了 那么一般的民众都很清楚 其实当建商或是开发商 准备要来做重化之前 就是先把土地买来 整地盖停车场 就是在养地啦 所以柯文哲口口声声说 要把国家还给老百姓 要居住正义 结果他自己明知道 他持有了一块特定的农业用地 上面还有盖建物 结果2008年 他已经是台大急诊室主任的时候 却把这个地给买下来 他根本不可能回新竹开业 所以当初的柯文哲 他买农地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就像柯文哲前幕了说的 他其实就是想要来炒地皮 就是在囤积土地而已吗 有明姐怎么看 最近柯文哲他声量很大 因为他拼命在打赖清德的赖皮疗 那这个也是使得他 本来比较下滑的支持度 有回稳的一个情况 但是就在他非常用力 不只是他本人 还包含整个民众党 包含黄国昌 陈婉慧等等 都在痛批赖皮疗的问题 时后柯文哲本人 却爆发了这个事件 那你说这个事情 对他有没有伤害呢 我认为对柯文哲来讲 会是小伤 但是比起赖清德的 那个硬拗的 现在已经变成观光景点的 赖皮疗来讲 两个人的那个伤害 还是会有很大的 程度上的区别 只是说柯文哲 明明自己有这个土地 而且他选了两届的台北市市长 他都有去申报他的财产 然后他今天来辩称说 如果不是名嘴 很认真的来查 他根本都不知道 还有这个土地 好 讲这个 金贾 我实在觉得太欺骗人了 因为我们大家在坐在这边 有参选过的人 有谁敢说你填 你的这个财产申报 是自己不清楚的 不可能嘛 因为你财产申报 是要公开接受检验的 而且那个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那是非常严格的检验 你怎么会说你不知道 你忘记有这个土地 这太好笑了吧 那第二个柯文哲是做台北市长的人 台北市的房价不但居高不下 而且会一直越来越高呢 其实除了现在大家已经在立法院 通过所谓2.0版的这个囤房税以外呢 其实一直在台北市就要讨论 有没有所谓的囤地税 因为大家会看到说 为什么台北市有很多很奇特的精华区 也在做停车场 一块地做停车场 要不然呢 就是甚至在很好的地区 竟然有人在那边做绿地 或者变成是菜园 其实那个都是养地 因为他现在去开发 他觉得这个卖的价格呢 可能比他五年八年之后呢 卖的价格 这个过一阵子会更好 那这件事情放在柯文哲 这个铺满水泥地的停游览车的停车场上 基本上是同样的逻辑 就是说当初这块地 它虽然是农地 已经开放买卖 但是它很可能要进行都市计划变更 所以呢 医生投资者就先下去买 然后买了之后呢 先不做处理先那个部分 就是先让他养地一段时间 那柯文哲做台北市长 还有他后来成立民众党 每天呢把人家讲成 只有他最清高 只有他最重视正义 只有他最替这个年轻人发声 然后呢都批评说 你这个就是跟财团勾结 你那个就是这个占政府便宜 可是你今天你自己这个土地 就算你买的时候 你在做台大急诊室主任 你没有想到你要去参选台北市市长 可是你发现你去参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你可以赶快把地卖掉啊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去处理呢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自清的方式嘛 那结果你弄到今天来爆发了 当然啦 我也相信 他动作一定是比赖清德这个快嘛 因为赖清德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犯这么初阶 蛮 我们讲不是很高级的 算是蛮低级的政治错误 就是说怎么会一个 连廖先祥一个议员 都知道说他爸爸的尾件 他要赶快去把它拆掉 那为什么赖清德不拆 那刚才这个龙界先 已经跟我们说明了嘛 应该是龙脉龙穴风水的问题嘛 那当然柯文哲如果当时 这个不是风水 只是囤地的话 他今天轻松的把它解决 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的公平正义 为年轻人伸张土地居住正义的 这个形象呢 在这件事情还是会受到损伤 对柯文哲说他要还给年轻人 居住正义 说自己没有资源选举 所以很多年轻人是三百五百的 斗内给柯文哲 说要让他拼一次 结果呢 他买农地竟然是连看都不看一眼 也搞不清楚那个农地长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上面有停游览车就把钱给砸了下去 那现在地幕还没变更 已经先赚了四倍的价差 未来如果完成了整个地幕的重化 那柯文哲可是拥有上百坪的土地 是不是获利无可限量呢 柯文哲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地皮 结果还跟年轻人来这个要大家来斗内他 难道这就是他所谓的居住正义吗 石老师怎么看 我先讲一下就是说 什么叫做草地皮 因为徐国勇就讲说 台湾现在的富国神山不是台积电 就是土地 跟蓝绿统独这些都没有关系的了 那我们知道说 比如说客运好了 其实现在客运都不赚钱 都是要靠国家来补贴嘛 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他可以申请 特别的申请这个停车场 哇那一大片的 那到时候捷引到的那个时候 就是变更地幕 新北市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桃园应该也差不多 这个真的就是草地皮 那另外第二个草地皮是什么呢 农田水利地 大家都以为错了 农田水利地是国家 错了 那是清朝开始我们捐给 那日本的那个 就好走好吧 对不对 是我们捐出来的 怎么变成就是收归国有嘛 那收归国有的时候 民进党他们执政的地方 他申请一声的 比如说我说一个县市 一千亿嘛 我抽个一成就一百亿了 也不用去弄光电那些东西 那太麻烦了啦 那回头再讲说 其实龙介先生刚才讲说 这是投资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做行李要国票嘛 你如果没有时间去经营的话 就是说土地嘛 人家介绍你就摆在那边嘛 OK 到底他那个四倍是到底是多少的四倍啦 我还是觉得还是要看一下啦 那另外我先讲一下说 比如说我在东华的时候呢 或是甚至在淡江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一直想要有同时会 会招说在哪边比较边缘的地方 我们一起合资来建这个所谓的房子啦 小别墅那种的 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薪水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中南部的他们的那个那些朋友啊 他们都是住小别市啊 同样的薪水啊 他说我们当然想说退休后 能不能有一块这样子的 但是后来说那个都很困难很困难 因为那个印章盖不完啊 地幕变更等等那些东西啊 所以呢 那边有时候那个 我们家还有田那么多啊 现在的人都不太要找人要来种 你要不要来买 我是可以买的 我是农学院的 当然现在是已经大概可以买嘛 对不对 还有我们花莲那边有一个 日本移民村叫丰田村 那一个姐姐跟我讲说 弟弟啊 你要买吗 我又不住在那边 所以你知道对我来讲说 因为最大因素就是动质得救 就是说你是不是草地皮等等 会疑心不忍 那当然是浪费 坦白讲对我来讲说 我最大的是什么呢 就是投资就是买原文书 但现在原文书你捐给图书馆 都没有人要用 只是我是这样讲好了 我们现在在讲这些 都是养仔对不对 我们家连我们的百年的老母 史无都葬身之地 那本来都是合法的 说用怪手要给你剪 过年前要给你剪 最可恶的是还是民进党政府好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